施政报告提出就私营医疗收费透明度立法 政府强调并不是干预自由社会 而是要确保全港医疗服务达至同一标准 施政报告建议探讨就私营医疗收费透明度立法 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上 有议员认为有难度 我们一个自由社会 病人进医院就好像走到一间日本餐厅 那个叫做厨师法板 通常都是一个定价 一个定了的数目 但进医院就不是 都是厨师法板 是医生决定你要做什么检查 做什么治疗 而最终就不是一个定额 不是说干预自由社会 因为这个医疗 作为一个服务来说 我们有责任确保质素 而同一时间 在收费那里 我们现在不是提出要限制收费 你可以定任何一家 你定一个天价都可以 只要病人事先知道 报告也提出为公司型医疗服务 建立服务质素和效益基准等等 当局话会由医尊带领 制定临床指引和质素指标 至于成立第三间医学院 相关的工作组 预计今个月内召开第一次会议 将会制定营运模式等标准 目标明年年底前 能够选出营办的大学 虽然我们会订定一些标准 我们要达到的 但是我们是期待这些院校 在提出的方案的时候 有些创新的意念 包括在资金那里 如何筹责 也都有一段时间 因为医生的供应 而是要导致 可能被一些肥鸡餐 我们怎样有效地 按照当时的市场需要 来调控 就是培训医生的数量 至于检讨供应医疗收费 他强调会有加有减 目标是减少滥用 同时调缝资源 比有困难的病人 那里 我们去训兰 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